刚刚有说我有第二个感浪 有一个三点水,有一个上字 这个2018年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鹿湖,没错鹿湖有一个三点水 鹿湖,鹿湖,鹿湖 鹿湖,鹿湖,鹿湖,鹿湖 因为我怕,我怕,我怕,老实说 我特别这家老法师 如果不是的话,还有这麽大班的东西 几千文的project,我是招不起的嘛 说不好听了,如果我是比较自私的人 我是池山寺,现在 是啊,真是的 老实说,我在香港,我没有地位 没有什麽的人,我是一个威賴的和尚 我在香港有一席之地 都是扣池山寺,我何必放下池山寺去到这个身家 那倒是呀,你说得对的 这个道理 是啊,这个也说得对的 是啊,我何必去到这个身家 鹿湖,鹿湖,鹿湖 这东西有什麽大的数字 其实是这样的 没错,鹿湖,但是上字是哪里来的 初二零一百年的时候,这群老人家来找我 我都不是几百名的 我觉得,你们试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有个老人家 因为他们八十几岁,他怕他们一死了 没有人,我觉得不要紧要 到时的时候,你们找个鹿湖 鹿湖 鹿湖 七十几岁的鹿湖 他们是师兄带来的 一个七十几岁比较清醒的 因为我说,我不敢答应 老实说,这些 无端端要背这些数字 还有 三点岁,这个上字是什麽 慢慢去了解,以前晚清的时代 这个地方叫上江山 上江山 因为我有问他们的 我说,我不懂你,你不懂我 怎样交避我 交避香港的法师 是不是你交避香港的法师 我不用背这些东西了 是不是 他是抽签抽到 没错 他是抽签抽到法师的 抽签抽到他 他是 他是论一组很灵的 他们的背后 怎么在抽签 在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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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抽签 抽到你 他当时有放很多香港大和尚的名字 他抽到我 这样 是,姓骨叫我 当时的人都觉得要欺骗我 要欺骗我 是不是 老实说 我都害怕的 有什么这么大的东西 是不是 没错 有个湖 但是没有一个上字 没有一个上字 我都不这个东西 最后的时候 有这个梦 出来的 当时的时候 我不知道 这间 有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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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听着 福尼姆斯 我还听到两个众生的声音 法师在这里帮我超度 我们给这个币 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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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这个币 较到很久 因为我还跟这个鬼说 我不懂得做法师的 我是一个读书的法师 讲经的法师 我不懂念经 即是跟鬼神那些 你没有关系 我不做这种东西 我不做这种东西 即是两回事来的 似乎 似乎 好像别人做超度 我不做这种东西 对呀 那聂吉兵 廉经那些 我不做这种东西 因为法师就是 做人解释 即是你也是证验法师 那些 就是文学家 教育家 那些写的东西 因为是另外一科 因为我自己身体比较敏感 我可以感觉到的 但是如果我开了这个门 我开了这个门 如果这个众生来了 好像看医生 看了好 他就会介绍了第二个 第三个 那你搞不好 所以我跟这个鬼说 我不做这种东西 我不懂得放门身 不懂得放厌口的 你要找其他的人 他说不需要法师 你就是连安养头发 把这个弊箭搬出来 我还记得在这个 等一等 你连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就可以超过了 他跟着我说 因为我就是这个梦境 但是在哪一家里 我也不知道 然后到2020年 这个法庄寺被人家爆炸 被人家偷渡三十几宗 这个百多年的 这个孙之的古董 他们说潘什么 潘卓红偷嘛 是吧 是 人格毁灭 想说 潘卓先生帮我说话 所以他叫人格毁灭 他们就是这样 谁帮我他们就要弄谁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他们带我 我当时不知道路征石旁边有个佛前子 我不知道的 这帮法师带我去看的时候 这个是我梦境里面 见过的大典的用 如果是 真的我要做这件事的话 我还没知道 原来这个上次是以前 满清时代这个地方叫上金山 上金山 陆湖精石 所以是这样的 你看 那些茶叶 你看有心用东西来评论这件事 在我袋里 有心的事 第一就是这个感农 第二梦境 第三 那个令氏袋 这个法师给你抽签 没理由心用东西都重大 所以我答应他们 所以我和李生说 这是你的 我的mission 李生有说 李生有说 他说法师已经收成期了 你坐在这个 Execute 你只是在路 不是在慈山寺 继续帮李生做事 你开任何的条件都没有问题 这帮搞的庙 你搞的庙 你叫你的师弟 或者你的徒弟去搞 你还要留在慈山寺 他是这样 而且他说 这是慈山寺 你坐在那里 别人都可以供养 收成 别人也有很多钱 没有货币 但是你不想赚钱 因为我说我们是屎美嘛 我说我的钱是为了这个钱 因为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原来这个叫法前子的历史是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海人老和尚在澳门来到香港 投难来到香港 开始培养香港的法师 第二代的法师用广东话讲经的 法前子 所以他其实有他的历史的价值 因为当时的老和尚 以前的老和尚都是大陆过来 你不会说广东话的嘛 所以这个海人老和尚 就是专门教本土的法师用广东话讲的 就是用广东话讲的 所以现在没有字 北国的闻山广东 闻山老法师 以前闻山老法师 都是佛前子 学广经济局 当时要住七年的 我觉得这么有历史的东西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最后没有去做的话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老实说我比较喜欢读书的 因为他以前是佛学院 我觉得这么有意思的东西 或者祖师叫我来 这种东西 真是希望做回教育的东西 我觉得他是苦事来的 就是这样说的 我没出席说 我来说是国家这个前子 当然